主料,五花肉300克,木耳20克,香菇15克,黄花25克,五香冬菇干200克,主料,酱油2茶勺,料酒2茶勺,花酒,大料2个,葱,姜,淀粉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原料,香菇木耳黄花鸡蛋,准备好原料,五花肉葱姜花椒大料酱油五香干水淀粉,五花肉洗净切片, 放入锅中倒入水,加入葱,大料,大火烧开后撇去浮沫,倒入料酒,三煮肉水再开后把香酥,末耳,五香豆腐干放入,倒入酱油,再盖上锅盖大火烧开,盖小火炖至10分钟,10分钟后再把黄花放入,加入盐后,再煮5分钟,5分钟后倒入水淀粉把糖挑稠,再撒上蛋花,把花椒炸骨后,花椒捞出, 油酒扑在卤身即可,面条煮好后,把卤浇在上面就开吃了,烹饪技巧,在倒入热油时一定要小心我,做卤食所放的配料可根据自己喜欢的方,也可以我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